近期东港在地老字号松平业者 与华生基金会合作 与东港天使站志工 一起温暖送爱这独老家中 以店家美味营养的鲑鱼松作为认购 民众到店购买五包产品 就可额外赠送一包鱼松做工艺的博物 引起极大回响 目前短短一周已累计爱心77组 为此业者在加码 只要满100组就在家政 一口鲑鱼松蛋卷 这一次其实我们第一次跟华山的独居老人合作 然后目前在认购捐赠鲑鱼松的反应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店长就有加码说 如果他累积满100包的话 魏意会在加码送适合的一口鲑鱼松蛋卷 一样是捐赠给华山喜新会 所以希望大家能多多的参与 这样很有意义的活动 然后我们活动到12月27号 其实我们在过去这一个礼拜 已经有77包了 所以礼目标100包其实不会太远 除了购买鱼松可以捐赠爱心伴手里外 业者也强调 若是要全数认购送爱 也协助华山基金会独老 提供年菜认购的活动 其怕号召乡亲一同来支持公益 协助赛地落实长者 在即将到来的冬天级年节 被妥所需物资 让许多采买游客相当认同 因为刚好有看到这个活动 想说举手之劳 购买一些物品 然后捐给华山的独居老人做公益 期盼透过企业合作抛针引玉 让更多人重视独老长辈议题 近期公益认购成效良好 业者也更有信心持续冲刺 也欢迎更多有志之士 一起将温暖与爱心关怀持续传递 记者不一听张志豪采访报导 直播 本集合 同学 动静 动静